这期排量什么车呢 奥迪 2013款的奥迪 先备车 A7 3.0T 50 TFSI D配 不带 无钥匙进入 但是有无钥匙启动 然后 这车的配置呢 真的没什么配置 无框车门 带 BOSE音响 电动 座椅调节 不过 前排座椅 连通风 加热都不带 也没有空气悬挂 带MMI 空调 虽然是自动空调 但长得非常手动 没有夜景仪表 2013年 要什么夜景仪表 座椅 座椅也是非常硬 很滑 不舒适 但是 它好看的 20万 买一辆A7 是不是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更何况 它有3.0T 机械增养 四驱 四驱 还是机械的全日四驱 机械罐装差速器 先说一下 这辆车是怎么来的 我一个好朋友 买了一辆二手的A7 他就觉得这辆车有问题 因为我之前开过的奥迪比较多 他就非让我开一段时间诊断一下 顺便找个修备厂 帮他整备 A7这台车 特别是2013款 跟我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从2.5前驱最低配 到2.8四驱 300T的四驱 甚至是400T的S7 我都开过 毕竟十年前我还在媒体 而且长春这个地方 身边肯定有一帮开欧迪的朋友 先简单过一下外观 这辆车的情况是原车白色贴的灰膜 没有事故 大小事故都没有 但是前挡有破损 更换过 其他方面的话 就算没什么伤 轮圈的话 原车18寸轮圈改了19寸 轮胎是到手新换的 P0 然后 大灯 大灯是带透镜的仙气大灯 没有LED 也没有各种的安全辅助系统 只有前后雷达 倒车影像都是自己加的 钥匙很经典 自己加了个钥匙壳 要不没有这么大 手感沉甸甸的倒是还不错 刚才说了 没有无钥匙进入 但是 有无钥匙启动 启动看一下 启动键在排档的右侧 屏幕和A6一样 是折叠起来的 然后 一表看一下 跑了13万公里 这是时表 能确定 油耗方面的话 我今天跑大概 14升油 百公里吧 功能 没什么功能 你看这个车机非常古老 两个SDX卡槽 能连蓝牙 不过这款车机 好像是可以加 那个卡布雷模块的 我记得以前 我朋友那辆A6R的 一样的车机就加过 下方有MMI的控制区 有触摸板 这边是多媒体切割和音量的控制件 后边两支背架 我这朋友是烟民 所以说就换成了烟灰缸 双层的扶手箱 底下也不大 上面这层的话 可以放一些票据和行驶证 手套箱 听着声音有异响 容积不大 打开发动机舱 看一下它的V6机械增压发动机 应该是代号EA837 这款机器十分经典 口罩性相当好 至少在奥迪里边算是 一流的口罩性 点火线圈是红色的 但并不意味着它是高性能 320T只有310匹马力 扭矩应该是440 反正这套机械C系统挺吃动力的 它不算动力特别狂暴的那种 只能说比较充裕 越采越有 机械增压本来就是模拟出 大排量自吸的感觉 再加上它本身就有3.0的基础排量 前面是我的坐姿 进后排看一下空间如何 A7的空间绝对是不怎么样的 首先是腿部空间 我已经坐直了 大概有四指 一拳也差不多吧 不过主要问题还是坐垫非常短 看这个坐垫的程度 长途的话肯定是很难受的 再加上车顶比较低矮 我1米75的身高 现在头发是擦顶的 再高的那些美男子 我估计坐着车要遭罪啊 而且这台车没有后排中间位置的头枕 扶手也是积极的憨算 看一下 我手里边连背架都没有 可能高配这个位置会有多媒体的控制区 储物空间也相当的小 只能作为扶手使用 并且天冲很薄 偏硬 中间奥迪的特色 有非常高的凸起 然后 只有后排出风口 能调风量大小 没有独立空调 下方只有12伏输出的点烟器 别的舒适性配置 确定天窗也没有 小天窗 Boss音响算后排的舒适性配置吗 应该不算 非常有时代感的夜会杠 真的是 没有什么舒适性配置垂眼了 最多就只能说一下 它有后档的这样链 打开后备箱看一下 A7的卖点就是它的大线位 然后后备箱的近身也是非常大的 不过高度有限 要是放长一些的物体 还是很方便的 放超高的行李就算了 毕竟这是一辆运动定位的轿跑 带电动尾门 电动尾门工作正常 也没有什么异想 原车是带电动尾翼的 即使是最低配2.5前驱的版本 那辆车我开的时间最长 反正如果要是想装一装的时候 车里是有一个按键 可以强制把尾翼升起来的 大概就在这里 强制打开尾翼 80公里以下打开尾翼 对性能和车身稳定性 不会有任何帮助 只会涂增油耗 但是好看啊 毕竟是别人的车 把驾驶模式选成舒适吧 虽然奥迪这几个驾驶模式 实际上区别并不算太大 除了经济切到动态之外 没有空气悬挂确实不太适应 我总觉得我这些朋友 想方设法的把车塞着我 就是为了让我帮他们去保养车 和帮他们洗车 算了就这样吧 好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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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啊